选专业时一定会发生的对话 哎呀,报什么专业好呢? 你自己想清楚啊 家里没有钱的,帮不了你多少 不专业之后就什么都靠你自己的了 蛤? 报私凡啦 以后做老师,多稳定啊? 我不想做老师啊 一见到你八卦龙我就生气了 报人力了,以后考公务员,多稳定啊? 但公务员很难考的啊 万一考不了,很难找工作的 你报电力工程啊 蛤?那么突然? 我打电话问了你舅舅的 他说他们是供电局 招人就是招电力工程而已 我没有说要去供电局做啊 你懂什么啊? 你扣花在供电局做啊 不知过得多爽啊 人工又高,福利又好啊 就是常常都要加班而已 我不想做公务员啊 反正都是啦 那你报一间北京的学校啦 为什么啊? 那我去看你的时候啊 不就顺便可以去旅游咯 我多想去北京看看啊 妈妈,现在在决定中生大事 你不要这样啦 那你想想好了吗? 哎呀,让我再想想吧 喂,朱西啊? 你打算报哪间学校啊? 噢 那你打算报什么专业啊? 噢 不如我们大学继续做同学咯 那大学四年就可以继续一起咯 第二天 我决定了 我要报会计 不行 为什么啊? 你们两个都是会计专业的 为什么不让我播啊? 会计专业没前途的 我和你妈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还不知道吗? 发不到答的 我不理 总之我要报会计专业 那学法你自己交啦 你... 啊 啊